每年到了暑假期间 各区捐血中心的血液库存量就会拉紧爆 除了主要捐血族群学生放长假 捐血量短少 还有虽然疫情已经趋缓 但还是造成影响 加上了暑假期间出国人数增加 出游民众变多 导致事故攀升 更需要用血 因此台北捐血中心呼吁社会大众 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 帮助需要用血的病患 先见捐血士指出 只要身体状况良好 就可以固定捐血 捐全血250cc需间隔两个月 500cc需间隔三个月 而且捐血好处很多 不但可以让体内的造血组织加速造血 还能促进血液新陈代谢 有益健康 此外从5月1号起 因疫情趋缓 捐血规定也有所变动 包括曾确诊COVID-19 有症状者从痊愈日起 需暂缓捐血14天 曾确诊COVID-19 但无症状者 从确诊日起 暂缓捐血14天 不过COVID-19密切接触者 取消暂缓捐血规定 流行地区隔离者入境后 也取消暂缓捐血规定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